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在新盟主席安华与国盟主席慕尤丁双双都被赵住宫觐见援手之后 大概在刚刚的傍晚五点钟 那先从王宫坐车离开的是慕尤丁 而且慕尤丁他还是在非常低调 在很多媒体根本都还来不及捕捉到的画面的情况之下 他就已经默默坐车离开了 而在慕尤丁离开王宫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呢 安华在大约傍晚六点钟也从王宫离开了 并且在王宫外头还会见了媒体召开记者会 然而对于哪个阵营会先冲陷当政府 到底谁又会出任第十任首相等等的追问问题呢 安华他就说目前一切还没有任何定案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最终决定 入宫规见国家元首之后 西蒙监公正当主席安华在记者会上透露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希望 能够组建一个稳定而且更具包容性的政府 来领导大马 现阶段大家就给予西蒙一点时间 也给予元首时间来做出最终决定 阿都拉陛下开始表达了 欠元首席安华他 能够建立一个康兰的政府 更加允论在论亡 religion或 region 我们先给予了一个小时 我们先给予我们 当然也要给予我们的奥 阿都拉陛下 我们要给予我们的奥 对于达玛会不会成立一个少数派政府 安华表示目前不存在成立少数派政府的问题 他有信心最终他将取得简单多数支持 至于首相人选到底会是谁 面对记者不断追问安华是打趣的肖肖回应记者 那目前我国的首相职位有空缺 而且还开放申请应征当中 现在有空缺的账 已经开放了